嘩這件是什麼來的? 牛肉乾都沒有見過 哈哈哈哈 樣子比較壞 但尾巴一樣 這塊是用蘇格蘭威士忌做的 非常容易 絕對值得推介自己做 好,材料就有這些 最主要當然是牛肉碎 其他都是非必碎 哈哈 加糖、加鹽 鹽是一絕仔 蠔油很搭 醬油用來上色 黑椒也是跟牛肉搭 老實實 是我這個頻道才有看這些 就是看失敗版 原先打算試一次 接著試拍片 誰知一試就成功 順便把第一次試 那些失敗經驗都放出來 很多時候 人們試到完美才教你 但我覺得 人類最適合學習 就是從失敗中學習 特別是從我的失敗中學習 你就會更加成功 所以我連失敗的都告訴你 沒有,其實跟做肉餅差不多 網上說得對 就是做肉餅 不過是將它做乾一點 和薄一點 好了 所以你怎樣醃肉餅 就大概怎樣醃了 牛肉乾 大家都知道 落蜜糖 甜甜的 所以都加些砂糖 我完全顛古 有些人說要下魚露 那些實驗證明 是完全沒有需要的 不用特意去撲魚露 好了 拌勻它 醃牛肉有什麼配搭呢 我覺得牛肉有兩種類 天生很配搭 第一樣就是蠔油 蠔油和牛肉 簡直是天生一對 所以無論如何都要加一點 其實 我猜 做牛肉乾 不加也可以 所以你看到我都很像正式 這裡就是一塊份量 其實我也是隨意的 另外牛肉乾是深色的 所以我都會加一點醬油 或者老抽 給它一點點 另外黑椒 剛才黑椒也是很重要的 黑椒和牛肉是非常之匹配的 記得 像馬田說的 下一個絕仔鹽 另外 酒也很重要 有些人說 紹興酒 有些人說燒酒 什麼酒都有人說 所以很明顯就是醃肉 只是醃肉需要一些酒 但酒本身其實是不重要的 什麼酒都可以 所以我就不如 本土化 試試放一些本地材料 就放了蘇格蘭威士忌 不是很漂亮的 十幾磅一瓶 挺好喝的 用來煮東西都沒有了 很香的 有易入口 很舒服 就試一下 放進去 拌勻 其實拌勻就不太示範 因為不斷地攪拌 沒什麼 覺得都拌勻 其實可能可以醃一下 過夜入味 但我覺得都不用了 因為我都是職場的 正常人就會教你用石子 或者用牛油紙 其實牛油紙應該比較好 因為牛油紙會吸收一些水 讓它容易焗乾 就不會太焦 但其實我就用一塊燒烤箭 也是可以的 為什麼用燒烤箭 因為是孤寒 reusable 可以清洗 首先 就弱兩壓平 用去更貝 令到一會兒 用木棍滷滷滷滷的時候 就可以有些東西 開始 否則 就容易出事 又是那一句 我就由顏色都出界 所以就不要理我 好了 找另一張牛油紙 或者石子鋪頂 你看到我 嘩 你一早就出事了 我就是要示範失敗給大家看 整個過程都做了給大家看 看不看得到 因為第一下壓得太大力 所以就斷開了兩片 四處都撕出來 沒有的 差了不要緊 我可以解鎖 然後再剪一下 再剪一次 正所謂零分重作 讓你看到整個過程 那為什麼我切肉片的機器 我都切得白白白 給大家看 就是我想給大家一個訊息 就是看完不代表會做 買了機器 也不代表送技術 買相機是不送技術 買切肉機 同樣都是不送技術 所以都要探索一下 切兩三次 那現在牛肉很完美 那為什麼又說牛肉呢 先說牛肉乾 我覺得第二次 已經可以接受了 那樣子是比較壞 但是這樣配搭我 其實呢 如果完美主意 我相信凸了那些 可以推回去再滾 讓它靜放一點 但是我就不理了 因為本來我這個 就是測試板 而已 那我沒有想著認真的 那怎麼知道 試試一下就當我真 哈哈 那第一次做 我就覺得不需要做太薄 那這個關鍵就很厲害 我最初就是第一次太大力 所以厚度不均勻 對 聽說 硬度超薄 就會變成豬肉質 但是我就沒有信心 我就先做牛肉乾 對 那四處有一點 看見呢 我很少牛肉 我買了三磅幾 原本特價四磅幾 三磅幾 已經用了一個小塊 已經一塊了 那所以呢 原來買牛肉乾 真的超級好賺 哈哈 原來自己做超容易 好了 硬完之後 就放進焗爐裡焗 沒什麼難度 我整個底子放進焗 不用預熱 直接開機都可以了 那為什麼有些預熱呢 就是控制時間 過焗爐 效能都不同 這個通常是 建議都是百多度 大約十分鐘 不過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看火 看到它開始滾 用嗶嗶聲呢 那就是 你看到它滾 那樣子滾 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知道 很難說那個溫度 那樣東西 譬如舊肉原本幾大溫度 原本幾凍 都會影響過 效果 那你一邊焗焗 就看到它開始出水 那你就要 如果水太多 倒了 再重新離開 那 看到它開始 那些油 開始滾回自己 好 滾完之後 就要塗蜜糖 我蜜糖 為什麼那麼噁心呢 就是因為 原來這裡天氣冷 那我已經 用了一些熱水 Water bath 做了一兩 但都溶不回 那算了 那就 撩出來 踩面 反正舊肉乾 已經是興奮了 所以 撩一些蜜糖 踩面 它都溶得到 那這隻 即是外國蜜糖 我看這樣 豐快 就是百花蜜的朋友 我都不懂得睡 總之 買到什麼蜜糖 都無所謂 我自己發覺 這個蜜糖 才是主要味道的來源 剛才醃的那些 都未必最重要 兩邊塗完 其實最好 不過我當時 做試驗 我只是塗了一邊 後來再補塗另一邊 又是由顏色又出界 好 好 塗完一邊 再補上焗爐 調大火一點 其實是讓它吸收蜜糖 所以 調大小火 滾一輪 大約三兩分鐘左右 都是看火 蜜糖乾乾 可以呈小乾 便可以 成功 好了 要見人了 好像有點樣子 是不是失敗 好 好了 拿個夾子 準備反轉它 你看到 那些邊緣 其實是很像的 厚度出來 都是像吃過牛肉乾 好了 其實不只是看面那邊 也要看底那邊 因為 底那邊向下 所以反轉它 看看 好像很濕 變成牛肉濕 所以要塗上這一邊 先焗一焗 就是大火 讓它收一收水 主要是蒸乾 變成牛肉乾 而不是牛肉濕 焗了 兩邊都乾 但是蜜糖 只有一邊有 那怎麼辦呢 正路就塗上它 我就懶了 因為看到底那些 有蜜糖那邊 已經黏在燒烤箭上 所以呢 我索性反幾反呢 就讓蜜糖 黏在底下 現在好像橙的面 其實我橙的底下 就是黏在紙上的蜜糖 我都找 反轉未有蜜糖那邊 去塗上蜜糖 耶 是不是很噁心呢 但是呢 我這樣才是最省皮 就是孤寒盛盛 就是這樣 好了 那就完成了 好啊 最重要呢 就是 攤冷一點 因為現在很軟 如果你記得 那些 我剛才說 上午餐肉 那些牛肉乾 就是你釘完之後 它都軟了 所以現在是熱的時候 它軟軟的 所以攤冷一點 才會見真相 那樣子不代表什麼 那就切一塊出來 看看 嘗嘗真相 你看到厚薄度 就像真相 看哪個質感 都知道沒有做錯 那些顏色好像焦 但其實是不夠光 嘩 吃完之後 哇 味道是一模一樣的 整個八九十元一磅 的牛肉乾 原來是幾元雞就做到 哈哈 很帥 就弄開 切開 是不是一樣 吃了一模一樣的 好啦 所以最好自己也試一下 特別是 身在外地的你也可以試一下 Anyway 剛剛就訂閱 有員見到打個招呼 有高人指點 也可以 指點一下 交流一下 那真的是100% 這個 我相信其實不用加那麼多 就是 有 有蠔油 有 有 有少少時候都不用 加少許酒 然後黑椒 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蜜糖 其實已經做到了 好 遲些可能試一下 豬肉乾 或者甚至雞肉乾 哈哈 就這樣 拜拜